台北內湖這間診所 醫生還在看上午最後一位病人 護理師已經在診間外 準備出診的醫療器具 要有診診器 溫腔 或是抽血的用物 診所裡用得到的醫療用品 幾乎都得帶出去 好 人生等我磨了 裝備上車 關上車門 準備出發 他去年11月 就是要追尖盤突出 開刀 下次就走 車上醫師和護理師 一起討論個案病情 每當出診不是搭護理師的車 就是坐計程車 以杜惠序而言 這樣的車程已經算方便了 之前的個案很散 散在很多地方 我慢慢把那個個案 就是縮在內湖 細紙 然後大池這一代 我覺得這樣比較可能 有好的照顧 今天訪射的病患 家離診所車程大約15分鐘 並不算太遠 不過對於行動不便 或是臥床的患者而言 醫生能到府看診 再方便不過了 阿伯 好久不見 林伯伯因為今年開刀 導致雙下肢腫脹 不良於行 儘管家住公寓一樓 但是光要從房間走到客廳 都很吃力 阿伯你腳現在還會症嗎 腳 腳我真的問我 我問一個 黑油 我只會三張 鐵三張 我只聽不懂 不論是問診還是涼血壓 就像在診間一樣 並且結合居家護理 關心病人的生活起居 對啊 一腳站在這裡 站一腳 兩腳要站 對 站一站 訓練上去啦 患者不一定到診間才能復健 居家護理與醫療體系之間的斷裂 長期以來都單打獨鬥 如今透過在宅醫療的橋樑 讓病患獲得更完善的照顧 要出門看醫生有更方便嗎 有... 有更方便 現在感覺到醫院 現在不用啦 現在在醫院在家 關心病 我就不用去醫院 在宅醫療不是只有偏向的權利 只要像林伯伯一樣 居住在家裡 因為失能或疾病 外出就醫不變 以及有明確的醫療需求 滿足這三項條件 就能向居家服務機構 或是各縣市照管中心 提出申請 醫師就會到府看診 一個團隊不太一樣 像我們團隊就是護理師 會先來評估 評估他的狀況 然後看看他現在需要 介入的資源是什麼 又可能不一定是醫師 可能是營養師 或者是物理治療師相關的專業 幾乎是依照病患需求客製化 每次醫師出診後 再回到診所 替病人掛號開處方前 有時候我沒有去看他 就是時間到了 他會告訴我 醫師我要拿藥 我沒有看到我就沒有 我沒有去家裡 我就沒有申報這個費用 醫師出診就能申請 由健保支出的訪視費 1553元 不過要一般醫生 犧牲門診加上車程時間 一來一往可能少看了 幾十個病人 又會有多少醫師 願意投入在宅醫療 我們的給付其實有一些問題 然後個管費 你知道一年是多少錢嗎 一年600塊 600塊 現在很多都是做功德 衛福部推出居家醫療 照護整合計畫 制度學習日本 結合居家醫療 安寧療護 雖然利益良善 卻對醫師誘因不大 而台灣在宅醫療還在萌芽 對於願意走出白色巨塔 深入各個社會角落的醫師 把小愛畫成大愛 靠著熱誠 服務更多病患 走在前面當然會比較辛苦 不過其實 你會覺得它是一個開始 然後只要越過那個困難 然後台灣又可以有開展 它的不同的視野這樣